胃食管返流半全身多处症状案例 严重便秘二十多年 经医生诊断为 1.糜烂性胃炎 2.食管胆汁返流 3.锥肩盘突出 4.关心病 特来原始点中心求助 患者精神体力都还好 但因为痛烧心反酸水的问题 每晚必须把上半身抬高才能入睡 调理过程 第一天按推全身皆有痛点 由以耳后上胸椎上背部最为明显 按推后患者症状减轻 感觉舒适 主妇其用干姜片十克 加红参三十克熬煮成生姜汤 少量分次服用 服用后烧心的现象消失 第二天 按推后采用全身包裹式温敷 干姜片加至十五克服用 爬六层楼一趟 走路五公里 第四天 患者反应两侧斜肋部有胀闷感 按推时右侧上背部 及左侧下背部 各有三个痛点 简椎臀部痛点严重 主妻肝姜片加至二十克 与三十克红参熬煮 全身上下温敷 爬楼梯十一层 走路七公里 特别加强夜间温敷 第六天 鞋肋部症状消失 上背部痛点明显减轻 感觉全身轻松 精神愉悦 且可正常平卧 睡眠质量改善 第八天 病情持续改善 干姜片再增加至三十克 爬十五层楼 走路七公里 第十天 胃痛 烧心反酸 已改善八成 其他症状基本消失 左下背部痛点解除 右上背部 耳后 及肩胛骨内侧圆 仍有痛点 主旗加强 上树部位温敷 爬二十七层楼 第十三天 症状全部解除 除右侧上背部 及肩胛骨内侧圆 尚有少许痛点外 其他部位已无痛点 爬二十四层楼 走路六公里 经过原始点的调理后 阴女士 恢复健康 体能满满 精神愉悦地回家去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